而在選舉前 選民都收到一大堆的宣傳品 由於候選人擁有所有選民地址 選民亦都無得拒收 由黃開來講 Kenton剛剛登記做新界東選民 第一次收到候選人的宣傳品 但他一眼都沒看過 我數過大概有二十多份 那…麻木了 因為實在太多了 尤其像我家那樣 兩人家庭 每人收到是雙倍的 但其實我們不會說有些… 即是他們是一樣的 宣傳單張便費紙 為免浪費 Kenton將他們左攝右攝 登記的時候是收電子版本 但我很驚訝 我收到的不是電子版本 因為我是收得回差不多所有候選人的真實版本 他形容候選人的宣傳已經變成滋擾 感覺就是他們好像密集式在轟炸我們 好像叫逼我們去投他們一票 如果他選舉前已經拿錢來浪費 做宣傳單張的話 我們很難不會想到他當選後會怎樣浪費我們的錢 選民無得向宣傳單張說筆 全因選舉事務處 會將選民的住址燒成光碟給候選人 候選人可以自行寄單張給選民 在選民登記表上並沒有提供選擇 讓選民可以選擇將地址保密 劉幻平電視記者黃海寧